在开始今天的视频之前 我先简单自证 每天的影片都是我亲自用iPad 逐格剪辑的哟 先插播一个我昨晚在微博刷到的榜单 一周明星热门微博贴文 大家有没有发现 百万转发为什么不拍前面呢 都比第一个校站工作室多啊 原来买水的权重会低 再看看点赞量 校站工作室都是真的活粉 所以说活人很贵低 权重又好 怪不得会有网友问 校站工作是怎么不是五字顶流明星呢 然后 我刷到了青岛啤酒给校站投放的地广了 青岛啤酒给被称为地广狂 我果然名不虚传 看看代言人校站这大屏 各国各地都有 线下这样被刷国民度 我看着就真舒心 今天早上 我刷到朱丹再次谈到只要能和校站演上戏 不挑角色 这位主持人又来了 原来还是昨天下午有上过微博烫梭的话题 朱丹她好执着演校站的妈妈哟 其实姐姐也行 巨星的魅力就是这样的 很多圈内都这么直接表明欣赏的态度 要知道 她是真的很欣赏校站 2019年的节目 她在台下听着校站唱的主持 看到朱丹的欣欣 那一刻就迷得不要不要了吧 有网友说 校站确实是从一开始 就是真正的根正苗红 接受了完整的中国传统教育 有文化内涵 正能量 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能给青少年树立正确三观和榜样的内鱼艺人真的不多 更别提他还是一位专业能力巨强 内鱼颜值巅峰的实力演员 谁会不喜欢呢 而且 看到以往校站的剧组花絮 这里要特别说 尤其在镜头外捕捉到的最真实 因为细节见人品 校站真的是内心很柔软的人啊 石影接住吉祥这只小小狗 灯光掉下来 校站下意识第一反应就是 盛养保护美军 还有虚虚多多看不见的无数次 所以 我想朱丹会想和校站成为同事也不奇怪了 今天下午 在微博刷到有网友分享 校站在油管的国家宝藏上线两天 就数据断层 海外影响力绝了 要知道 在国内大众很少关注的油管上 因为中国是禁用YouTube的 校站为国家定藏重镜片配音的特辑 在上线仅两天的时间 就成为数据断层的存在 以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观看量 远超先期而发的视频 不得不说 校站的海外影响力真是绝了 其实 它的魅力 早已跨越了国界和文化的歌阂 赢得了全球粉丝的热烈追捧 它铿锵有力 声情并茂的声音 透过屏幕 传递给世界各地的观众 让人陶醉其中 哪怕有着语言的障碍 挡不住校站的魅力 就是这么惹人喜爱 昨天我的影片提及 校站的古池地广 互到四十度的拉斯维加斯了 这个地段的地广很贵就不说了 全世界都会过来玩的地方 且国内很少有人挤进去过 一般都只有美剧里才能看到 Gucci太宠了 巨星校站太牛了 校站作为多个国际高奢的全球代言人 地广大评出现在全球各地的豪华商圈倒也并不奇怪 毕竟最近几年 校站的国际影响力是有目共睹 来自品牌们的骄傲 就是要全世界看到我这里有校站 每个品牌都在用他们的方式表达了 对他们代言人巨星校站的最高尊重 和满满的爱意 有海外粉丝说 在一种黄头发白皮肤的欧美面孔的 欧美大商场里面看到校站这张盛世中国脸 真的还是挺震撼的 校站的巨幅地广大评 不仅在国内成为潮流单品大火出圈 被众多网红博主纷纷打卡 就是在国外也是这样 在泰国 校站的人气一直都很高 校站不仅受到普通观众的喜欢 还受到很多泰国明星的喜欢 大家谈到校站无不充满了欣赏喜爱之情 相关新闻也多次被媒体报道 明星被普通大众喜欢并不稀奇 被同事明星的艺人喜欢还是挺不容易的 最近又有一位泰国知名女星更新了自己的ins 她和儿子去逛泰国的一个豪华商圈 看到了校站的三块古池大地广 该女星特意让自己的儿子帮忙 拍了几张妈妈和站哥的合影 结果有几张由于距离较近并不能看到地广的全貌 她配文说站哥去哪了呢 你是故意的吧 好难过 也是把大家笑到了 在当今的娱乐圈能够集才华 颜值 正能量 与一身的艺人并不多见 而校站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自出道以来 他凭借卓越的专业能力 出众的外貌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 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和尊重 更重要的是 校站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初心 以实际行动诠释了 何为真正的根正描红 成为了青少年心目中的理想榜样 校站的成长历程 可以说是一段关于坚持与秘想的故事 她接受了完整的中国传统教育 这一点在当今浮躁的社会显得尤为珍贵 在快节奏的娱乐圈 校站从未忘记文化的滋养 她将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到自己的艺术创作中 使得每一次表演都充满了独特的韵味 无论是古装剧中的翩翩公子 还是现代剧里的都市精英 校站总能以自己独有的方式 演绎出角色的灵魂 让观众为之动容 除了艺术上的追求 校站更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公众人物 在面对舆论风波时 她始终保持冷静和理性 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成熟与担当 她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用自己的影响力带动更多人关注社会问题 传递爱与希望 在校站看来 作为一名公众人物 不仅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更要承担起社会责任 用实际行动影响和引导年轻人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校站的影响力早已超出了娱乐圈的范畴 她成为了许多青少年心中的偶像和榜样 在他们眼中 校站不仅仅是一个明星 更是一个值得学习的楷模 她用自己的故事告诉每一个人 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 只要坚持不懈 终将收获属于自己的光芒 这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正是当代青年所需要的 不仅如此 校站的专业能力也得到了业内外的一致认可 无论是歌唱 舞蹈还是演技 她都能展现出超高的水准 每一次亮相都能给人带来惊喜 尤其是在演艺事业上 校站凭借精湛的演技 成功塑造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角色 赢得了实力派演员的美誉 她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 以及对艺术的不懈追求 更是让她在众多艺人中脱颖而出 纵上所述 校站之所以能够成为娱乐圈中的一股清流 不仅因为她出色的个人能力 更在于她所展现出来的正面形象 和深远影响力 在校站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一个优秀艺人的多面性 她既是才华横溢的艺术家 也是传递正能量的使者 更是青少年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 在未来的日子里 相信校站将继续以优秀之名 树榜样之光 引领更多人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校站的故事 是对每一个追迷人的最好鼓励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 她用自己的精力告诉我们 只要有梦想 有坚持 有正能量 每个人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校站 不仅是一个名字 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 她用自己的行动 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根正描红 成为了无数人心目中的骄傲和榜样 好 快乐就是 不是 谢谢 谢谢 谢谢